3月20日,YAMPASSE以第二张名誉专辑XXL开启了新的音乐回归 该专辑又包括同名主打歌在内的五首歌曲组成 歌曲中充满了欢快的老牌嘻哈节奏 将人们带回了90年的嘻哈情感 发行后该歌曲在《曼冷号的100》中排名第60位 并获得了国内外粉丝的众多好评 尽管如此,专辑销量却非常低 五天的时间仅售出677张 最高一天售出245张,最低一天只有10张 对于获得如此低的销量,网友不禁感叹 表示,居然有纯HIPHOP女团出现了,走的还是old school 这个RAP实力真的很强 更有人认为,比YG的策划甚至更有品味多了 唯一可惜的是,感觉成员表现力撑不起来 且有人提出建议说道,如果YAMPASSE能够像SJ那样 在他们音乐中找到更好的平衡 或许会获得更高的关注和成功 希望DSP能够多加宣传和营销 另外,有些粉丝认为,阻碍YAMPASSE成名的另一个原因 是他们有争议的音乐 似乎不恰当的使用了其他文化元素 对此,大家怎么认为呢?欢迎留言 爱到韩社,美儿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赞和订阅哦